經貿是不是一直被這個政府 拿來綁架人民的食安呢 更多的內容 我們國會的現場時間臨行嘉瑜 好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這個小時候 各位大現場 我們要請到立法委員 澤民宗 各位觀眾 大家早安 委員早安 今天要聊這個重磅的快訊 因為其實這個政院送我們一個大禮 這個大禮就是符石要開放了 甚至符石還是何時 大家傻傻分不清楚 這個符石開放之後 政院也提出了三個配套措施 不過這三個配套措施 真的有做好嗎 甚至台灣的減量真的夠嗎 現在聊到台日交流關係協會 他們是覺得說 這是一個先決條件 不是交換條件 再來看到朱日代表 謝長廷的臉書發文 她說加入CPTPP是正面的 好 繼續再看到蔡英文的臉書 她是把萊豬當成經驗談 說因為當時公投展現民意 不過現在何時要來了 2018年的民意 政府又有重視嗎 沒有錯 其實反核時是經過779萬民眾 公投支持的政府的重大政策 但是政府竟然利用昨天過年後 就突襲 我覺得蔡政府一點都不重視 民眾的健康 我們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最嚴厲的譴責 質疑能不能有助於我們加入CPTPP 其實還早根本不可能 我相信我們民眾是何時是白癡了 白癡了 另外有關檢驗的量能 我們瞭解現在就是新北台中高雄 有檢查互設的殘劑和相關的能量 其他縣市沒有 另外最重要的檢查的範圍 現在我們檢查的部分 政府要把關的部分 只有點131 設134跟137 最毒的1090 根本沒有納入檢查的範圍 所以蔡政府好好把關 不要吵監人命 是 那現在看到檢驗量不夠 不過國民黨一直在提的 零檢出到底要怎麼樣去做到 甚至我們再來看到小英 他其實在公投過後 其實感覺民黨聲勢大增 感覺要提什麼法案就過什麼法案 那這樣萊豬吞了 何時來了 下一步是核廢水嗎 沒有錯 蔡政府真的現在非常霸道 以為四項公投通過之後 就一再的踐踏民意 所以尤其是這779萬人民 支持緩核實的投票的民眾 希望你們年底利用選票 教訓民進黨 教訓民進黨 是 我們有看到政府 真的有把關核實嗎 因為其實孫生昌 他一直在強調說 不會開放核實進口 但是符實現在要來了 但是符實好像又是等於核實 因為你現在整個標籤 也沒有標示清楚 你要怎麼分清楚說 他是符實 甚至核實 那國民黨要如何 去做一個配套措施 沒有錯 既然蔡政府草菅人命 不重視2300萬民眾的健康權益 所以國民黨就代位來監督 所以明天我們會邀請專家學者 來舉辦公聽會 來檢視他三項原則 三項配套到底是不是可行 還是只有可後 我們希望能夠提出更嚴謹 更可行的配套 來為民眾身體把關 是 那其實現在就有傳出說 這個福島核實 福島的這個酒 其實已經有輸入進來了 那現在福島食品要進來之後 其實真的是非常大量的 那檢驗的量能又不夠 那我們要怎麼樣真的是不吃核實 甚至政府又逼我們吃核實 那這樣子我們到底要如何 去防範整個食安問題 感覺政府把經貿關係 凌駕在食安之上 可是現在看到 日本其實已經不是主導國家之一了 現在反過來看 其實兩岸的問題才是重中之重 甚至我們現在要顧及到大陸 還有新加坡 那大陸要不要讓我們進去 也是一個非常重大問題 沒錯 其實加入CPTPP 這十一個國家其實是要共識決 也就是必須十一個國家都完全贊同 我們才有辦法進去 尤其今年 2020年的輪的主席是新加坡 日本是去年 今年輪的主席是新加坡 所以我們更需要新加坡的幫助 其實日本對我們其實有幫助 但是其實它的影響力 其實已經慢慢在減少 是 謝謝委員 好 拜拜 拜拜 好 現在我們要吞萊豬 現在又要被吞核食 現在扶食又是等於核食嗎 甚至現在核食要開放進口了 現在大概在2月下旬的時候 核食就要開放 行政院已經提出了三個配套措施 不過剛剛立法委員曾明宗認為說 這個配套措施做得不夠完善 甚至要講到檢驗量只有新北台中跟高雄才會有 一次要這麼大量進口福島核食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去如何防範食品安全 甚至政府一直在說要拿CPTPP來綁架經貿 是這個意思嗎 甚至我們一直會感覺說好像經貿就是要 因為要加入CPTPP才要開放核食 不過現在核食要來了之後 政府真的有聽到民眾的聲音嗎 在2018年公投之後很多人都是反對核食的 不過現在又要開放核食進口 剛剛曾明宗委員他就講說 是不是政府根本就沒有重視人民的意思 甚至在2018年的民意根本就是漠視了 剛剛曾明宗委員還甚至強調說 要是要吃核食 要就是白吃了 為什麼是白白的吃了 因為根本就不會加入CPTPP 他也呼籲政府應該要給一個如其的條件 甚至加入的經貿時間也要講清楚說明白 以上這集的國會節心 我們將鏡頭交換給彭尼主播